美国加州的洛杉矶 每年庆祝圣诞节的活动 让人目不暇击 大张旗鼓的好莱坞圣诞节游行 有大企业支持 办得每轮每换 已经有81年的历史 都会铁路局在南加州 六个县穿梭的圣诞列车 每年从11月中跑到了圣诞节前 为儿童募捐玩具 由政府部门和厂商赞助 今年迈进第16个年头 而在洛杉矶市北部的 北好莱坞地区 每年圣诞节前夕 也有一个草根庆祝活动 主角是一辆改装的货运卡车 霍尔布鲁克是活动的负责人之一 霍尔布鲁克说 1984年 我的丈夫是个录音工程师 在圣诞节前夕 他和一群外地的音乐人 录完音后 想找点乐子 就把发电机搬到工作室后面的 一辆运垃圾的卡车上 接上圣诞灯饰和乐器 十多人开上大街 演唱他们熟悉的圣诞歌曲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延续下去 今年已经是第二十九年了 ��卓曰华 吉尔布鲁cloud的 队伍从1984年的12人 到今年的将近200人 他没有大企业和政府的资助 靠什么赚钱来养卡车呢 霍尔布鲁克说 没有 我们完全是非盈利的 我们的卡车刚从后面经过 卡车的圣诞灯饰 是在车上唱歌的人赞助的 邻近社区的居民 也捐献来维持这个传统 原来 这个卡车报家音活动 竟然是百分之百的义工支持 霍尔布鲁克本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霍尔布鲁克说 我小时候看过这辆卡车经过我家 长大后我认识了 制作圣诞卡车的人 我开始随着队伍跳舞唱歌 观众李罗伊夫妇为卡车喝彩 李罗伊说 是 我们每一年都来 很喜欢 因为这个活动是在本地创作 所有的经费都是社区居民捐献的 义工载歌载舞的穿过北好莱坞社区 这个经验真是美好 圣诞送歌卡车 把许多平日难得碰面的居民 从屋里吸引出来 提供他们一个互动的机会 萨尔为圣诞卡车担任义工七年 乐此不疲 萨尔说 你看到一家一家的人走出来 圣诞卡车的音乐和舞蹈 让他们目眩神迷 你看到他们 有的人会笑 有的人会哭起来 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 就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克里斯穿华轮流冰鞋 担任前导 克里斯说 有一年我们出动两辆卡车 工作因此增加了许多 需要两套音响系统 不过很好玩 人们看到都赞叹不已 萨尔说 这辆卡车在夜色里 展现神奇的魅力 夜晚很冷 我们要走六个小时 但非常有意思 游行路线长达十英里 许多观众随着卡车 歌舞队伍同行驻镇 琼安和丈夫李比特 是韩国裔的新移民 当他们得知要走十英里 也就是十六公里 不仅大吃一惊 神奇圣诞宋哥卡车 雅过二十九年的岁月 向三十年的里程碑前进 一个源于草根的地方传统 已然成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